大家好,我是阿兴 今天来我同学家做客啊 在他家这里啊,发现了一棵植物 真的是刷新了我的这个眼界啊 它满树都是刺,而且结满了果子啊 结果量真的是惊人啊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 你们肯定也会发出感叹的 大家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啊 就在前面 看到没有 这棵树啊,结满了这个果子啊 没有错,它就是一棵仙人掌 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棵仙人掌 结的果有它结的那么多啊 这个结果量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啊 整棵树全部都是结满了这个果子 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啊 只能用好多个哇塞来形容啊 不知道看视频的网友啊 你们有没有见过任何一棵仙人掌树啊 结果量有这么多的 太多了 看了就高兴啊 还有两朵花要含苞带放了啊 这个花呢也非常的漂亮啊 我呢也发现了一个特别神奇之处啊 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地方啊 你看这边有一个果,两个果 这果子上啊 又结出了好几个果呢 你看这两个果上又结出了一个果 这边有一个果 这边一个 哇这边也是啊 总共结了五个果啊 这两个果身上啊 按道理来说是不可能会结果的啊 但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现象啊 这个仙人掌的果实上面又结出了果实啊 真的是特别神奇 哦呦你看 刚刚我不小心摸了一下啊 手上就沾满了这个刺 但是不管它有刺没刺啊 我记得仙人掌果好像是可以食用的 我等一下找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成熟的啊 先尝尝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 这里有几个已经微微泛黄了 应该是成熟了 把它摘一个下来吃一下 哇这个好多刺啊 哎呦 啊 炸到了 看一下 应该这个是成熟了啊 我的手上又沾到好多刺了 浑身都是刺 你看这个刺 看我这个手上啊 你看 哇一下就粘住了啊 等一下处理一下才可以吃 费了九牛二五之力啊 终于把它身上的刺啊 全部给弄下来了 把它包开来吃 哇塞好多水分啊 哇塞好诱人的感觉 一定非常的清甜 哇真的太多水分了 你看你看你看 迫不及待想尝一下了 哇非常的清甜啊 稍微有一点点这个酸味 非常的爽口 而且里面的籽啊 特别小啊 看一下 非常的好吃 有点这个火龙果的味道啊 但是比火龙果要有风味 就是说它比较甜还带一点酸味啊 这种酸爽的感觉非常好吃 这个仙人掌真的是结了太多果了 只能用哇塞哇塞哇塞来形容了 反正是好多个哇塞 不知道看视频的网友啊 你们有没有见过结果量这么大的仙人掌数啊 反正我是第一次见啊 关于这个仙人掌呢 如果你们有更多的看法和见解呢 也欢迎留下你们宝贵的意见啊 好了本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再见